你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大圆球能够锻造出一把刀吗 这一期节目坑选手简直是费尽心思 过老三给这个大铁球直接整蒙圈了 哎 蒙圈就对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第一轮任务是打造一把刀身9-13寸 总长度不超过22寸的短刀 你以为就这么简单吗 那你就想错了 刀身还有一条凹草 三个小时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说到用个球来做一把刀 其实现场都没有这么玩过 王老四把铁球直接扔进了炉子里一顿烧 这么大个球不加点爱 估计短时间内融化不了 大胖同样是断伤 但是此之前他打磨了一下球面 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钳子能够把球夹稳 球夹得老稳了 可是这铁钳子却骨折了 不过问题不大 换个铁钳接着重压定型 刚被铁球整蒙圈的郭老三 嘴上说着啪啪的 干起活来 却一点都不含糊 哎 他压的 场上最快的就是他了 果然 拿着试卷说难的人都烤到老好了 人家还在收个球呢 他就打造成型了 时间还剩下两个小时 大家都已经进入了锻造阶段 大胖已经造出了基本的刀刃 他担心刀身太薄了 刀磨时出现麻烦 评委们抬上一顿下刀刀 卖弄着学识 选手排下用力打磨 时间仅剩下一个小时 王老四铁球手工锤打成片 双手芝麻荡脑挂人 夹个球都夹不稳了 13寸的刀身直接干到了21寸 接着差点尿都憋出来了 及时补救 切掉了一段 郭老三又遇到了麻烦 刀身破裂 但打磨就到了半个小时 就这一速度 希望待会他能够开个挂 还剩下15分钟 大家都已经到了打磨刀锋的阶段 最没存在感的长矛 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的作品出现了裂纹 这意味着他已经没有时间补救了 时间到了 所有的人将刀交给评委 大胖的刀明显还没有经过打磨 样子丑不顺 刀刃还有漏风的裂缝 大胖的是把开山刀 奥莫做得很到位 手感也挺好的 刀刃出现了一些小裂纹 长矛 流线型的刀身 非常的完美 奥摩得到了评委的认可 可是刀身 出现了很多的裂纹 始终没能逃过评委的发言 王老四是一把匕首 刀身没有任何的缺陷 可是下一秒 这老头直接拿出尺子一两 哎 这个问题大了 这要你搞个13寸的 你干到了18寸 而且 奥摩也出现了问题 这一轮 淘汰王老四 瓜粉们 没啥意见吧 挑战打造罗马短剑之前 他们还要经过一轮淘汰 第二轮回合挑战 完善刀身 并且做出刀柄 时间依旧是三个小时 郭老三使用军刀常见的木质刀柄 由于裂纹接近刀尖 他打算放弃处理刀身的裂纹 大胖 为了减轻刀身的重量 用沙指 打磨了足足半个小时 连评委都看不下去了 长矛 要做一个隐形式的刀柄 行不行 看他那二郎腿就知道了 他相信 只要有横歇 牙签人能磨成针 郭老三很有信心 能够赢下这一回 因为断刀他不敢说厉害 造刀柄那可是杠杠的 刀柄才有小洛栓固定 可在钻孔时出现了岔子 钻头卡在了刀柄上 时间还剩下一个小时 上回说到 郭老三钻头卡在刀柄上 这回大胖却刀柄卡了钻头了 长矛要把黄铜穿过刀柄固定 最后黄铜打孔过小 却死活都装不上去 人家都做出成品了 这家伙还在纠绝着 这孔药开多大 干脆不磨黄铜了 直接磨上了刀柄 连评委都看梦了 本来就压签那么大的刀柄 测试时直接断裂 那不就尴尬了吗 大胖最早完成 还当众用刀刮起了手毛 时间到了 所有的人来到测试环节 第一项简单粗暴 大刀砍冰块测试强度 首先大胖的作品上场 评委对着冰块连砍六刀 冰块四处飞键 刀锋也没有发现缺口 手感还挺不错的 接着 拨老三的 也就是连砍六刀 刀身依然没有出现裂纹 砍冰的时候 刀柄不偏移 最后 长毛的作品 还没砍第二刀呢 刀柄一下子就断了 果然太细的东西 不扛事啊 接下来的测试 直接给省了 长毛断了刀柄 所以这一轮淘汰的 就是他了 现在仅剩下两个人了 真能够锻造出完美的罗马短剑呢 咱们拭目以待 罗马短剑 是罗马军团的主要武器 源于西班牙 后来罗马人进行了改造 有着可怕的微型套件 擅长穿刺 这就是本轮 两名选手最终挑战 规则有了改变 各自回到家里锻造 五天的时间 交出完美的作品 关老三采用27层 大马石缸锻造 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 叠起来 让层数倍增 最终叠成了680层 看来这老哥 还挺能折腾的 大胖也是用叠加的方式 加过刀身的硬度 然而他只搞了100多层 多余的时间 用来做花纹 到了第三天 大胖的短剑 在受处理的时候 刀身出现了严重的弯曲 刀柄的还没有做的他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 让他重新肉处理了 刀柄采用橄榄末 和水牛角搭配 接下来就是安装剑柄 五天的时间到 学生们回到赛场上 大胖的剑 融入了罗马时代的风格 采用108层钢锻造 刀柄上 亦有天佑勇者的拉丁纹 光老三采用675层 大马石钢锻造 便刀身削铁如泥 编筒型的刀柄 增加了一丝丝的生化 接下来测试环节 第一轮测试锋利程度 要成品剑 砍前面的树枝 赶着藤弯的混合体 大胖的作品登场 评委拿着剑 使劲的挥砍 因为刀柄比较圆 用力砍下去 剑会转动 但剑是把耗剑 而且很锋利 光老三的剑测试 剑很轻 也很锋利 虽然被一些树枝挡住了 甘蔗仍留下了完美的切痕 剑柄握起来也很牢靠 第二轮测试 用选手作品通过机器固定 是敢练一把 由1055层钢锻造的短刀 强者遇上高手 到底是谁更狠呢 首先是大胖的作品测试 刀锋出现了轻微的凹痕 总体没啥大问题 顺利的通过了测试 接着是郭老三的作品 同样是三刀下来 郭老三心头大石 终于落了下来 刀锋完好无损 同样是顺利的通过测试 那两把剑都表现得很不错 瓜粉们 你们认为淘汰的会是谁呢 大胖的刀 纹理很漂亮 但刀身有明显的弯曲 刀柄握把容易握不稳 郭老三的刀柄和刀根 都出现了S型弯曲 但评委没有办法接受这种问题 所以这一轮的冠军是大胖 来点个赞 恭喜下大炮 赢得了一万美金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